大家好,我是范巧瑜 歡迎大家收看虛擬資產交易監管支多的專題訪問節目 每年10月,投資者及記載教育委員會 都會舉辦由國際證監會組織推動的世界投資者州 以推廣及宣揚投資者教育及保障 虛擬資產是近期一個很多人關注的話題 特別是虛擬資產交易平台是否受監管 以及投資者保障的問題 我知道香港剛剛在幾個月前 已經推行了全面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監管制度 由2023年6月1日開始 所有在香港經營業務 或者向香港投資者積極推廣服務的 中央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都需要獲得證監會的發牌 並且授期監管 新制度是容許零售投資者參與虛擬資產交易 即是散戶都可以透過持牌平台買賣虛擬資產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先生 和證監會中介機構部兼金融科技組主管黃樂欣女士 和我們講解一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最新監管制度 特別是怎樣保障投資者 以及討論一下投資者參與虛擬資產投資時要留意什麼 首先請教局長 其實特區政府為何要監管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而一些不受規管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又會有什麼風險呢 其實我相信廣大市民和我一樣 都很留意最近一家沒有牌照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涉及的嚴重欺責案件 其實這件事正正顯示到 是不受規管的這些平台風險 以及有效監管的重要性 近年其實全球不過在香港在內 虛擬資產交易是越來越活躍 不單只是機構投資者 就算是散戶零售 都是接受虛擬資產是一種可以作為投資的資產 那麼大家同一時間都需要知道 其實通過這些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進行的這些交易或者投資 其實是有風險的 因為始終是不少投資者 是將這些虛擬資產擺在交易平台上 一方面一方面去買賣 或者是賺取回報 所以就是我們怎樣去監管 或者更加好地 是令到這些風險能夠得到管控 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其實現在其實除了香港之外 很多地方包括例如海外的不同市場 都在看這個大的課題 但是同一時間 現在全球很多交易平台 都是不受監管 或者只是一些很輕度的監管 甚至可以說 有時是對於投資者的保障是沒有什麼的 其實不受規管的一些平台 是有潛在的風險是很高的 因為本身這些平台自己就是缺乏這個透明度 它的運作都未必是穩健的 而投資者可能是毫無保障的 如果投資者和平台有爭拗 可能是投訴無門 去到平台倒閉 在投資、停止運作、欺詐、違約或失洩的時候 投資者很可能是全數損失所有 放在平台上的虛擬資產 在去年正如剛才你介紹所說 多個大型虛擬資產市場參與者 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情況 甚至是倒閉 包括虛擬資產的交易平台 基金經理、經紀商、全貸的平台 引致了連串的連鎖反應 而曾經是全球最大的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之一的FTX 在去年11月更加倒閉 令到大批投資者蒙受損失 在香港這個層面 JPEG事件大家清楚 正是顯示了這些不受規管平台 涉及詐騙 投資者權益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次事件涉及金額 大家可以看到超過十多億 可以看到有效監管虛擬資產的活動 其實很重要 同一時間大家看到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監管制度 是有好的一面 因為它掌握到我們金融科技發展的趨勢 我們香港作為金融的過世中心 對於金融科技的創新 是我們持有一個開放和兼容的態度 因為大家看到 其實這些虛擬資產下面底層的一些科技元素 例如區塊鏈 又或者是分布式分類像技術 這些技術層面的一些元素 其實是有成本效益的 同一時間是令到我們金融的體系 在運轉或者流通 帶來更加大的或者高的質素 所以這一方面 其實聯繫到不單止虛擬資產本身 都聯繫到我們對於 例如是Web 3.0 以及是元宇宙 即是大家經常說的 Metaverse 這些更加長遠的發展 所以為何我們一方面 是要管控市場的風險 同一時間 希望能夠發掘到 這些底層的科技元素 令到我們的金融科技 能夠進步發展 在這方面 我們政府自己過去 除了監管方面 在發展的角度 我們自己都是身體力行 我們在六法六債的時候 我們拿了其中的八億港幣 來做了一個六債的代幣化 金管局其實已經總結了 這個過程裡面的經驗 也發表了報告 目的就是希望在整個市場 在推動代幣化技術方面 在責券市場進步發展 令到其他的參與者都可以有參考 而虛擬資產底層的科技 在市場上的應用 其實不單止我剛才介紹的 這個區塊鏈在債券市場上應用 也包括其他不同方面的 一些方面可以去研究 或者去推動 但同一時間 至於開始我所說 是它本身有一定的風險 因為始終虛擬資產背後 是有一些極高的匿名性 有不少的罪犯 會在犯罪過程裡面 是藉在虛擬資產 例如進行洗錢 又或者恐怖活動 集資這些不法行為 所以我們雖然要發展 同一時間更加重要的是 要有適度的監管 以及適切的監管 令到虛擬資產活動 一方面可以是能夠 在金融創新方面 幫助到我們金融市場 同一時間 是令到我們能夠 按照國際標準去緩減 以及管理在金融穩定 投資者保護 以及其他洗錢等方面的風險 令到我們整個業務 或整個市場 能夠穩健 以及負責任發展 所以為了要加強保障 我們投資者 以及出進我們虛擬資產行業 可以有責任 以及可持續發展 以及減低對於 傳統金融體系構成的風險 政府在去年12月通過了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修訂的條例草案 是付權給我們證監會 全面監管中央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新監管制度 已經在今年6月1日生效 Elizabeth在JPAC事件後 很多人都關注到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問題 新的監管制度 對申請牌照的平台有甚麼要求 我們證監會 對於審批這個牌照的時候 有很嚴格的要求 我們就用一個 叫做相同業務 相同風險 相同規則的原則 去制定我們的監管要求 在新的制度下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其實是跟傳統金融機構一樣 它需要遵守各方面的監管規定 例如它要有財務的穩健性 它的負責人員、董事都要合適的人選 以及公司方面的營運 我們都會有嚴格的要求 另外我們就因為虛擬資產的特別特性和風險 我們都會有特別的規定去規定虛擬資產這個業務 例如我們要求平台 就要妥善保管客戶資產 它亦都要認識它的客戶 有打擊洗錢的規定 亦都要預防市場操縱 另外因為它始終都是一個交易平台 我們網絡安全方面 都有些特別的要求 同時因為它是一個交易平台 我們希望它是比較中立的 所以我們都會有些避免利益衝突的要求 舉個例子 我們在持牌交易平台 我們是需要它妥善保管客戶資產的時候 我們是要求它將大部分的客戶虛擬資產 要放在一個叫做線下錢包的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防止黑核的盜竊 而跟其他金融機構一樣 我們都要求它其實要將自己的資產 和客戶的資產要妥善分開 變成不會混在一起 所以我們都是要求這麼嚴格的要求 就放在這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上 對於已經獲法牌照的交易平台 我們是會繼續持續監察它們 去確保它的營運都會符合我們的監管規定 局長 另一件事想請教你 我知道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下的投資者賠償制度 是有一個投資者賠償基金的 為因為中介人違責而蒙受損失的投資者 去提供賠償 萬一如果現在的持牌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倒閉 會不會都有類似的安排 看看我們現有 正如剛才所介紹的 我們在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下 我們有一個投資者的賠償基金 但它的覆蓋範圍 就是涉及我們在交易所買賣的證券及期貨合約 所以在那個層面是不包的 但雖然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監管制度 是沒有投資者的賠償基金 但證券會規定了 正如剛才 Elizabeth所說 接牌平台是要設有一些一系列的安排和要求 包括要有一些保險和補償安排 令到保管客戶虛擬資產有關的風險 例如是包括平台遭黑客攻擊時的情況 是提供一些適度的保障 另外在這裡我也借你機會 想提醒廣大的投資者 就是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監管制度 是減低了交易平台的風險 但是很多虛擬資產本身具有高度的投機性和波動性 無論如何是否受監管在平台上交易 其實很多虛擬資產本身是沒有一些內在價值 投資者只要在充分了解相關的風險 和管理好相關風險情況之下 才是應該參與這些虛擬資產的交易 Elizabeth正月局長所說 虛擬資產是涉及高風險的 新監管制度在開放市場和保障投資者之間 是怎樣取得平衡的呢 在新的制度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容許零售投資者 可以用我們的持牌交易平台去進行買賣 但是我們在設計這件事 和決定了讓散戶可以去買賣的時候 我們的大前提都是需要持牌的交易平台 要做好投資者保障的措施 要確保客戶是真的適合去買賣虛擬資產 才可以讓客戶去做的 我們有甚麼要求呢 包括平台需要評估客戶的虛擬資產的知識 以及它的風險承受的水平 而用這個風險承受的水平去理定客戶 其實風險的狀況是多少 以及評估客戶是否真的適合去參與虛擬資產的交易 而我們亦需要他們去參與客戶的財政狀況 以及個人狀況 為每名客戶設定一個投資上限 這個投資上限 都是希望客戶去承受這個風險的時候 都可以承受到一個合理的風險 而除了在客戶的層面之外 我們其實都會要求平台在納入虛擬資產 去給散戶買賣之前 其實它是要進行做這個合理的盡職審查的 所以它就要確保每一個代幣 都符合納入的準則 最後我們都要求它去披露足夠的資料給投資者 讓客戶會知道其實它究竟在買什麼 而我們另一方面 證監會其實會繼續跟投委會合作 我們都會希望加強投資者教育方面的工作 包括解釋一下虛擬資產的性質、運作、風險 還有就是想再強調多一次 虛擬資產其實是一個很高風險的產品 不是所有人都適合買賣的 雖然我們持牌的交易平台是會去確保合適性 但始終投資的決定都是在投資者身上的 所以投資者自己都要考慮自己 是否真的可以承受那個風險 以及要做足自己的功課 不要跟風去投機 其實市場上 現在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虛擬資產 是否所有虛擬資產都可以給零售投資者買賣 你講得很對 市面上其實我們知道有很多不同類別的虛擬資產 我們知道的統計 可能有超過2萬隻虛擬資產的代幣在流通 但是每一顆虛擬資產的代幣 它的規模、特性和運作方式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實虛擬資產的規模和用量數戶都是很小的 交投都不活躍 所以其實都會有些流通性的風險 以及容易被人去操控它的價格 所以在新的監管制度下 我們要求持牌交易平台 納入虛擬資產的時候 其實它是需要做 進職審查 確保每一顆代幣都符合我們 在代幣納入準則方面的規定 那顆代幣需要是一個合資格的大型虛擬資產 以及這就是用來減低流通性的風險 以及出現市場操縱的情況 而持牌交易平台 它都要提交它的計劃給我們 每一次它納入一顆代幣都需要提交這個計劃 我們是要批准這個計劃 才可以真的放上它的平台去做交易 目前我們證監會就批准了兩間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就可以向零售投資者去提供服務 現在暫時來說 他們都只是提供兩種虛擬資產 就是比特幣和以太幣 零售投資者就可以買這兩種幣 其實除了虛擬資產的買賣之外 這些持牌平台可不可以做其他服務 因為我聽說有些平台做質額、收益、存款、借貸、 衍生工具、交易等等的服務 其實這些持牌平台是否真的可以做這些服務 暫時在我們證監會下面的規定 就是不准持牌交易平台去做任何這些活動 因為剛才都說過我們希望這個交易平台是比較中立的 我們覺得任何這些其他活動都會涉及利益衝突 所以在暫時來說 沒有特別的額外措施去防止這些利益衝突的時候 我們暫時就不讓我們的持牌平台去做這件事 局長剛才提到虛擬資產的規模和流通性 市場上一些主要的穩定幣市值其實都很大 流通性都很高 零售投資者是否可以通過持牌平台去買賣穩定幣呢 或者我們先說一下什麼是穩定幣 其實穩定幣本身都是虛擬資產一種 一般來說是用作一些交易的媒體 但有別於一般虛擬資產價格經常大幅波動 穩定幣的目標是保持價格要穩定 所以叫穩定幣 但過去一曾出現過 穩定幣的價格都會波動 甚至會崩盤這種情況 目前來說市場上主要的穩定幣 一般聲稱是以資產去支持穩定幣的價值 支持這些資產可能是法定貨幣 例如是美金 又或者是有商品 例如黃金 或者其他金融資產 例如債券等等 用這些資產來支持穩定幣的價值 所以穩定幣的儲備管理 會直接影響價格的穩定性 以及投資者屬回時候的權利 相關風險對穩定幣來說 是有根本性的影響 考慮到這些因素 在穩定幣在香港受到規管之前 我們暫時不會納入比零售買賣 其實我們金管局在今年初 就完成了一個關於穩定幣的討論文件總結 現在是著手準備 就是穩定幣的監管安排 諮詢我們的市場 另外大家還記不記得 NFT非同質化代幣 之前都很流行 NFT買賣是否受到監管 其實就是要看NFT的性質和內容 因為市面上大部分NFT 其實都是用數碼形式存在的收藏品 例如電子圖像、藝術品、音樂、影片等等 這類型的收藏品交易平台 是不屬於證監會規管範圍 因為從事有關交易 現在都沒有需要取得這個牌照 因為本身是接收藏品 不需要金融資產 在一般情況下 如果是這類的NFT交易平台 因為很可能都不受規管 如果大家要參與這些交易的時候 就要小心去考慮這些平台所涉及的風險 但是如果NFT跨越了我剛才介紹 就是它的收藏品和金融資產之間的界線 是與證券或集體投資計劃 有相類似的結構變成金融資產的話 相關的交易就會受我們證監會的監管 而這些平台如果犯了一些相關的規例 都是根據法例會處理的 Elisabeth,剛才你提到 已經有持牌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可以向零售投資者提供虛擬資產交易服務 但我都留意到 有些平台就說自己是申請 向證券會申請牌照 其實投資者應該怎樣去查核 這些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是否真的持有證券會的牌照 投資者可以瀏覽我們證券會的網頁 我們有一個網頁專門告訴大家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有甚麼名單 可以看到有牌照的交易平台 他的公司資料 例如地址、電郵、網頁、負債人員等等 目前剛才提及過 我們有兩間持牌的交易平台 在我們的網頁都會看到 我們之前都公佈了 為了再增加透明度 其實我們現在亦都在我們的網頁 公佈多了三份的名單 希望投資者有更多清晰、透明及及時的資訊 我們有哪三個名單呢 包括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申請者名單 之前正如你所說 有很多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就說他已經申請了 或者遞交了申請 或者準備申請 我們就看到 可能投資者需要多一點透明度 我們就公佈了究竟 其實有多少間是真的有申請的 暫時來說就有四間的 我們就用這個名單 都是希望投資者的用途 就是真的去了解一下 哪些平台是作出不實的陳述 關於他有沒有申請牌照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個名單 但我們亦都想呼籲及提醒投資者 所有在這個名單上的申請者 其實都仍在申請牌照 他是沒有牌照的 所以他亦都不一定會遵守到 證監會的規定 所以如果投資者真的需要做買賣的話 其實都應該參考我們 持牌交易平台的名單 這些平台才是真真正正有證監會的牌照 就會多一點點保障 當他做買賣的時候 另外一份名單我們會顯示出的 就是一個叫做 結業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名單 這個名單就是列出 根據法例要求 在一個限期之內 需要結業及要撤出香港 最後一份名單 就叫做被當作獲發牌的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名單 這個名單上面的名單 就會在2024年6月1日出現 就是告訴大家 哪些平台是被當作獲發牌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但又是要說一句 這些被當作獲發牌的交易平台 其實都未正式獲得證監會的牌照 有可能是我們看完牌照申請 都覺得它不符合我們的要求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會需要去結業 所以投資者又是那句 如果真的想做買賣 始終都要看回我們的持牌交易平台名單 另外證監會都為了協助公眾 更容易識別在香港營運的可疑 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以及提高他們的警惕 我們都會發佈一份專門 可疑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名單 在那個名單上 在我們的網站上會刊載 以及比較方便給投資者查閱 證監會亦都會在名單上提供更多資料 就是告訴別人 究竟為何這些虛擬資產交易平台是可疑的 希望公眾及助可以提高警覺 我想再次提升投資者 不要在不受規管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上 購買虛擬資產 因為這個風險真的很大 如果平台停止運作、倒閉 或租黑合入侵 或有欺詐的情況 或出現任何偷客戶的資產情況 其實投資者都會面臨損失 以及它不可能會損失 它全部放在平台上的資產的風險 所以如果有對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持牌情況 有任何疑問的話 其實都需要上去證監會的網站 去看持牌交易平台的名單 如果虛擬資產交易平台不申請牌照 是否要撤出香港市場 我們在新的制度下 設計了一個過渡期 如果那個交易平台 在我們今年的6月1日之前 已經在香港營運 其實它是可以在一個不違反的期限裏面 即是去到明年2024年5月31日的話 就是可以在香港繼續它的業務 如果他們是希望繼續在香港營運 這些平台都需要在2024年2月29日或之前 就向我們申請 提交一個申請 就是申請做這個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但投資者都需要留意 因為這些提交申請的平台 我們不一定會批得出那個牌照 所以如果是批不出的話 其實它都是需要結業的 以及如果本身在香港營運 但是它是沒有意去申請我們的牌照的話 或者它最終的申請是失敗的話 其實它都是需要在這個不違反期的期內 即是去到明年5月31日 其實它是需要有序地結束香港的業務 局長,其實投資者都很容易在網上 接觸到一些海外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這些平台都是受到海外的監管機構監管 是否有牌代表有保障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分幾個層面來討論 第一,大家分清楚這些所謂的海外牌照本身 你所說是真還是假 因為很多本身投資者 其實很多時候很難去查核這些所謂的海外牌照的真偽 那些不法平台可能去說自己是有這個海外牌照 用這個方式去騙我們投資者 另一方面,就算是這些海外的平台 它是說真的有牌照 但其實各地的發牌條件都不一樣 有些海外地區的監管重點 可能跟我們香港有些不同 只是涉及反洗錢 又或者是恐怖分子集資 當中是沒有 或者可能只是有很少投資者保障的措施 如剛才Elizabeth所介紹的措施 對我們的投資者保障 很明顯是不足夠的 所以就算是海外交易平台是有牌照 是不一定代表有保障 而我們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清楚 海外地區的監管程度 是否有沒有全面的一些投資者保障措施 才可以作盡 而另一方面,剛才所說的海外 另一個角度就是 這些投資始終涉及一些跨境的性質投資 如果投資者和海外交易平台發生任何爭議 投資者可能需要隔山投訴 甚至追討 過程是相當困難的 如果交易平台出現了倒閉 停止運作的情況 投資者可能是很難提出一些申索 或者是循法律途徑獲取賠償 若若這些平台和香港沒有任何聯繫 我們的警方或監管機構更加很難拿相關協助 所以為了保障自己的權益 投資者如果有意去進行這些虛擬資產交易 應該是用我們持有本地證監會牌照的交易平台 如果投資者真的有興趣去投資虛擬資產 還要留意些什麼呢 幾個方面 第一,正如剛才我提到 投資者必須是小心無牌或海外平台的風險 應該是用一些持有我們證監會牌照的交易平台進行買賣 而保障自己的權益 第二,虛擬資產本身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一些高風險的產品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投資 所以雖然我們新制度是讓零售投資者 通過持牌的交易平台去買賣這些虛擬資產 但並不是去鼓勵或推銷零售投資者參與 剛才我們訪問提到 其實虛擬資產的交易平台的持牌機構 在他們提供服務之前 需要確保客戶是有適合做相關的投資 而作為投資者 我們更加應該是要小心考慮自己 可以能夠承受的風險去到哪裡 以及是否自己清楚了解虛擬資產的特性和風險 如果是不能夠完全理解虛擬資產 又或者是不能夠承受潛索的虧搬 最好我覺得不應該投資在這方面的資產 第三,虛擬資產圈子裡有很多潮語 其中一句我都很認同 就叫做DYO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什麼意思 就叫做Do Your Own Research的宿舍 意思是投資者應該自己做好研究和分析 這方面其實有兩重含意 首先,虛擬資產的投資之前必須做好功課 如剛才Elepter所說 深入了解虛擬資產的性質、運作和風險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虛擬資產 其實每一種特點和風險都不一樣 所以在投資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 另外,我們社交媒體上 都充分了大量虛擬資產的投資意見、分析或消息 很多人都說自己是專家 很多名人、網紅推銷 或宣傳虛擬資產的產品和服務 甚至有些騙徒利用虛擬資產進行詐騙 我剛才這句說話 DYOR Do Your Own Research 亦指不要盲目地聽別人說些甚麼 投資者自己必須進行這些研究 有獨立的思考和判斷 更加需要提高警惕 但轉頭,怎樣我們能夠DYOR 都用Research 當然是一方面可以從我們投委會的網站開始 其實我們投委會的網站 設有虛擬資產專頁 提供一系列的虛擬資產教育資料 幫助市場和大家 去了解虛擬資產的特性和風險 以及其他相關的主題 例如怎樣儲存虛擬資產 甚麼是穩定幣 虛擬資產的收息或是側押 虛擬資產的期貨ETF 虛擬資產的騙案這些資訊 投資者亦可以留意我們證監會 和投委會的社交媒體專頁 獲取最新的監管和教育資訊 非常同意兩位投資者自己都要做足功課 去了解產品的特性和風險 了解清楚交易平台是否持有牌照 真的非常之重要 今天的訪問時間亦都差不多了 多謝局長和Elizabeth的分享 希望大家對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監管制度 有更加多的認識 亦請大家去到投委會的網站 瀏覽世界投資者週專題網頁 以掌握更多投資者教育的資訊 多謝大家收看,再會 我們下期待 請考驗一下 按讚 按讚 我們下期待 2